八一冲突彻底乱套 以色列非法拥合 中东核竞赛是跑不了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来观众》 近日 据美国媒体酸称 哈马斯武装分子的火电弹 击中了与以色列核导弹计划有关的军事机构 报道称 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一时 以色列中部的斯多特米哈军事基地 又遭遇了多枚火电弹提及 其中 至少有一枚火电弹落入了该基地 并引发火灾 火势蔓延了240亩土地 在距离导弹设施的约300米的地方才被破灭 这场大火终究没有危险到军事基地内部的武器和装备 美国媒体的报道将以色列是否拥核的问题 再次提上讨论日常 昨天 以色列一直秉持着核模糊这策 从未承认 也从未否认过拥有核武器 但以色列内部人士 包括美国的官员和诸多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以色列境内是拥有少量核武器的 甚至还较为先进 此次 显遭河海的斯多特米哈军事基地 正是与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存在关联 美国相关人士估计 该基地大概是存放了25到50枚 可携带核弹头的杰里科导弹 虽然哈马斯的C机没有对这些弹头构成危险 但美国还是怀疑此次C机使哈马斯刻意而为之 换句话说 美国媒体认为 哈马斯是要故意炸毁以色列的核弹机力 毕竟呢 以色列的中部地区 火电弹爆炸点附近的三公里内 除了那座敏感的军事设施 几乎没有其他任何 此前 以色列多位高官都曾经在公开场合 承认以色列拥有核力量 虽然呢 后续统一改口 却无法消除国际社会对以色列非法拥合的参议 如今 新一轮八亿冲突爆发 内塔尼亚湖政府的移民部长 更是公然表示要在加插地区投放核武器 以色列呢 作贼心虚 直接呢 以说错了话为借口 暂停了这名部长参加那个会议 在如此敏感时期 美国媒体频繁炒作 以色列核武库受到威胁 这有什么目的呢 众所周知 核武器历来是把双刃剑 怎么约束自己规范用剑 如何防止别人利用自己手中的剑 是有核国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拥有核武器的一方保存不当 与遭到足够引发核爆的打击 破坏力没有任何不同 从今年以来的表现来看 以色列既不是一个能够很好约束自己的国家 也不是一个能够很好的防护核武器的国家 以色列高官布置一次炫耀核弹 多名现任官员 甚至包括一名内阁部长 都公开叫小要对袈裟投放核弹 而美国媒体又证实 以色列核武器基地 遭到哈马斯火电弹的袭击 都在向全世界发起情报 新一轮巴异冲突 正在外溢到多个维度 除了将更多国家牵扯点来 还引发了核武器方面的热议 此前 以色列内阁高官所谓的口误 就已经引发了诸多中中国家的谴责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安 更是公开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以色列发起拥核调查 以色列拥核必然会引发 中东地区大范围的骚动 甚至可能引起核竞争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